记者午晚听众和报道 2017歌坛独立电影上作揭晓了得奖名单 影帝后分别由詹姆斯法兰科和沙柔斯罗南 夺得口碑极佳的同志片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则获最佳影片 值得注意的是歌坛奖连续三年的最佳影片 得主最终都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 因此影片也被看好在明年奥斯卡大有斩获 詹姆斯法兰科又 河沙柔斯罗南 作在本届歌坛独立电影上或封影帝后 翻射自网路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被誉为年度同志神片 日前在金马银展抢先在台播映 引起影迷强看热潮 该片改编自人气同名小说 内容描述一名没晃血的17岁少年 Elio偶遇到意大利乡间别墅打工度假的年轻学者 Oliver相差7岁的两人只相处了短短6个礼拜 似有若无的情愫在本意温暖的阳光催化下 迸发燃烧出在未来数十年岁月难以忘怀的刻骨恋曲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夺下歌谈独立电影上最佳影片 翻射自网路 通知天菜詹姆斯法兰可以自导自演 去财真人实事的大灾难家登地 该片好评不断 外媒也认为这是她自127小时被奥斯卡提名影帝后的最佳表现 沙尔柔斯罗南则已博得小姐丰厚 该片讲述住在美国加州小镇的高三女孩 在家人爱情和友谊之间 周旋的温馨小品在烂番茄开出100%最好评 口碑亦不俗 另外年初剧情强片逃出绝命阵也或最佳剧本 最佳突破导演和观众票选奖三项 Netflix出品的泥沼和坚强指导分别或评审团特别奖 和最佳纪录片